所以你說 抱這個召妓們 抱得這麼開心 是在幫誰打陳宗彥呢 打陳宗彥呢 是在打誰呢 陳宗彥的背後是誰呢 他說 董家後續追出來的細節 竟然是在一個 名不見經傳的 一系媒體 反正我就監聽你的手機 就錄吧 等到有一天 我要對付你的時候 他就會回去倒帶 把你聽得清楚 小雲有空嗎 這些東西怎麼會在這時候被編出來呢 答案不是很清楚了嗎 我有兩張牌 第一個叫做司法 還有另外一張牌 就是我有2.5兆的預算 我什麼東西買不動 賴清德2024年 一千出局 在大家都已經漸漸知道 蔡英文是賈博士的時候 竟然還有少數的一兩個媒體 會出來護航 臉書 最有名的就是翁達瑞陳時芬 媒體當中最有名的就是林傳媒 所以你說 林傳媒報這個 召集們報得這麼開心 是在幫誰打陳宗彥呢 打陳宗彥呢 是在打誰呢 陳宗彥的背後是誰呢 好 這個行政院最短命的18天的發言人 下來之後誰去頂替呢 羅秉承政務委員 羅秉承是誰呢 羅秉承是蔡英文用來掌控司法的 關鍵人物啊 你不要以為連緣龍是連緣龍不是啊 關鍵人物就是羅秉承啊 各位可以去Google一下了解一下他跟蔡英文的淵源 所以從蔡同學的角度來看 我好不容易派出了我的接班人盛騎士 哪容得你 在旁邊放了一個替盛騎士講話的人 竟然是賴清德的人 當然要把他除掉嘛 陳宗彥就是這樣被除掉的 好 我們再往下看 接下來啊 這個林傳媒干了什麼事呢 他連陳宗彥在賴清德的台南市府 當官的時候被檢調監聽的詳細史末 跟案外案 連簡訊的通訊都全部寫出來了 他說獨家沒有任何一個媒體寫的 如此的詳盡露骨 你看啊 林傳媒獨家召集高官就是行政院發言人 陳宗彥叫小姐的手機目前還在使用 你看 這麼詳細的事情多久以前的事呢 十一年前吧 十一年前的事啊 再來 好 林傳媒怎麼說的呢 17日獨家踢爆行政院高官一次召集一雲 隨即在政壇刮起風暴 這位十一年前一次召集 尤其受信招待的高官就是新任的行政院發言人 陳宗彥 他說以上夠獨家吧 獨家好 林傳媒呢 把這些相關的細節全曝露了 好 接下來 好 大家還記得施威權嗎 施威權呢 就是那個蔡英文手下 賴信源在陸委會工作過的施威權 也在朱立倫 新北市當過他的官 然後利用他的林傳媒寫一系列的報導 好替蔡英文用可笑的理由變白洗脫 這位阿倫說 他說 這樣大家應該記憶都串起來了吧 施威權跟他的媒體是誰的人呢 他一定是幫蔡依依的 林傳媒不會去弄蔡迪系的人 這樣事情很清楚了吧 好 他說 都差點忘了這個文章的重點是 陳發言人的大頭貼 然後這個上面寫的是什麼呢 抓到 小雲有空嗎 頭貼藏端倪 撞上陳宗彥 臉書貼文照 也就是說 雖然這個案子呢 是民眾黨的委員爆料 可是後面後續追出來的細節 竟然是在一個明不見經傳的 音系媒體 林傳媒一個一個揭露 可以揭露出這麼詳細的內容 各位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11年前的通聯記錄 怎麼會被11年後的媒體爆出來呢 這不是整人遊戲嗎 11年前這個所謂的小雲在嗎的這個現場 那個時候的檢察總長 特徵組的 主任特徵組的負責人是誰呢 黃世銘 各位還記得 黃世銘是以什麼戰場的呢 監聽擅長的 連那個立法院的總級都被掛監聽 我想各位都還記得嗎 雖然事隔久遠了 11、12年前 那個時候我就是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第一屆的委員 以社會公正人士的身份 應邀 被領選成為第一屆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委員 而且我是整個委員會的委員的發言人 所以我非常的清楚 我還因為這個案子呢 去聽了很多的監聽一文 我還去了新店的 這個 調查局的監聽的山莊 所以那時候調查局的局長親自跟我們解釋 他說這個監聽有兩種 一種叫做現役 現役就是在線上監聽 通常是用來對付那種什麼槍擊要犯呢 或者擄人勒鼠 有那種瞬間的風險的 另外一種呢 就是錄下來 錄下來以後保存著 比方說 我相信我這兩三年 我所有的檔案都被錄下來了 錄下來就有一個一卷的檔案叫做彭文正 監聽錄音帶 因為現在錄音很容易 你隨便弄個三五個GIG 讓你錄到一輩子的講的話都錄下來可能都還用不到 所以呢 他就錄著他管你的 反正我就監聽你的手機我就就錄吧 等到有一天 我要對付你的時候 他就會回去倒帶把你聽得清楚 這就是今天呢 臺灣的整個情治系統 對付他想對付的人 的一個重要的手法 因為我當過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委員間發言人 我去上次那個就是因為一個監聽風波 再相當官說 然後後來這個就是洩密 後來 這個檢察總長黃世民被判刑罵 對不對 罰了大概七八十萬吧 這整個案子 他的背後就是證明了一件事情 檢調配合情治單位 在臺灣不知道監聽了多少人 他的監聽哦 是閒著沒事 雨天沒事在家打孩子那種監聽法 就是他掛你的這個手機 一掛掛了三年五年 真的 因為你知道現在 儲存空間記憶體根本就不值錢 我隨便弄個幾個幾個 很容易可以錄你真的就是一輩子講的話都可以錄下來 他們就是這樣子玩的 陳宗彥十一年前 跟這個這個情色業者之間的對話 小雲有空嗎 這些東西怎麼會在這時候被丟出來呢 誰有能力丟出來呢 答案不是很清楚了嗎 好 這個時候 已經是直接指導黃龍 因為 呃 曾經擔任過賴清德在台南市府的重要的職務的人 相當於是賴清德的左右手 在現在什麼時候不好整 又整一個剛上任18天的行政院發言人 這個在整誰呢 賴清德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是在節目中你講過很多次了嗎 我說賴清德你不先下手為強 你一定完蛋 彭半仙講的話 你看哪一句不應驗 我講了才沒多久 你看旁邊已經開始 將軍抽居啊 抽完居以後接下來呢 要吃你的相 吃你的事 然後讓你的這個帥 在那個田字的格子裡面口口罩啊 前面沒有任何的檔沒有任何的屏障啊 這就是你賴清德接下來的遭遇 我覺得很奇怪 已經被整成這樣子了 瀕臨城下賴清德怎麼都沒有講話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只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 他真的是一個溫和的好人 第二種可能性就是 莫非 陳宗彥去召集的時候他在旁邊 不然他怎麼不坑呢 為什麼蔡英文不站出來挺陳宗彥呢 讓我們全黨挺宗彥好嗎 沒有啊 所以很清楚了嗎 誰在下毒嗎 再看看哪一個媒體獨家報導 把這裡面的對話都丟出來 讓陳宗彥啞口無言 陳宗彥趕快下台 而且避而不談 為什麼 他一看傻眼了 11年前的通聯紀錄竟然被丟出來 這不是國家情治單位的伺候 的規格 那是什麼 他很擔心接下來會有錄影帶流出來 他就窮了 我要講的是今天蔡英文為了救自己 在2024年卸任之後不被追溯 他無所不用其極 在這麼多的可能的候選人當中 我保證在2024年有可能擔任總統的這些名單當中 侯友宜 絕不可能 逗下台的蔡英文 他跟他交換籌碼 拉攏民進黨都來不及 如果是朱立倫 那當然也不可能 因為他們在位 都沒有去 調查論文門 下台怎麼可能調查 所以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是陳建仁 那當然更不可能 郭台銘 他自己對學歷也不care 他對這件事情也從來沒有發生過 所以2024年不管是 蔡英文下台以後跑到哪裡去 郭台銘也不會追究 唯一一個 蔡英文最怕的人叫做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 之於他 他對賴清德做的事情 就僅僅次於 這個殺父之仇奪妻之恨 我想差別已經非常清楚了 那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當務之急就是要先讓賴清德出局 要讓他先出局呢 就要先把他的周邊的左右手一個一個砍掉 而且用人格抹殺的方式 你看 大辣辣的把11年前的監聽東西都丟出來 其實蔡同學在警告民進黨內的所有人 包括國民黨內的所有人 我要告訴你們 陳宗彥11年前是個小咖 連他的召記的記錄 我們都能掌握 請問你鄭文燦 梁文傑 請問你 你們這些人還包括了侯友宜朱立倫 你們是聖人嗎 你們是聖騎士嗎 你們的那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 你們知道我手上掌握多少嗎 這個就是蔡同學在2024年大選當中所扮演的關鍵性的角色 你別忘了 我很早就講過不信你們去倒帶看 老師有在講 你們一定要再聽2024年 我不管你們現在的民調是什麼 我也不管你誰 掌握什麼黨機器什麼提名 我跟你講我有兩張牌 第一個叫做司法 就是蔡英文的這張牌嗎 他現在就已經在用了 蔡英文說另外我還有另外一張牌 就是我有2.5兆的預算 我什麼東西買不動 有錢能使鬼推磨 我就這兩張牌 第一個司法恐嚇牌 包括我的情治單位 陳宗彥丟出來只是一碟小菜 而且這個菜最有最有震撼力 你說貪毒這些東西 可能有些官員他們的手腳是乾淨的 可是私生活這個部分 不要說是男性官員女性官員 經得起考驗的我看沒有很多吧 而且他把陳宗彥11年前的line群組中的對話 都拿出來曝光 那麼還有什麼東西是他不能曝光的呢 所以這招夠狠 賴清德2024年 提前出局 因為他毫無招架之力 經常這晚上啦 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